您玩吃屎online多少年了 我应该不是开服就玩 我是一年 一二一一年的时候 不过肯定是有十年了 啊 现在选择大区是吧 大区在哪儿啊 电信一区 本地成功啊 我应该是 应该是一年开始玩的 每天我都在玩 每天我都看一样一样 啊 你的实力体验及感知 近年CSMS评价表现啊 如何 我的评价费是 非常满意 但前提是路易得死个妈 好吧 哎呀 我最想玩什么模式 我最想玩的是生化 生化生化 为什么没有生化团队模式 我也喜欢玩那个模式 路易为什么没有生化团队模式 中国的建议们 你们 按照 收藏的道具 按照喜好团队 我个人倒是对 武器的持有度不太那个啥 所以说就是关键武器得有啊 就是神器是最重要的 然后配件是第二重要的 然后 装扮角色名片是第三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更喜欢体验游戏的哪些部分 按照喜好程度依此 那肯定是有丰富多样的游戏活动呢 只他妈天天挂机阉割服 有宏大的剧情可以 说实话 C3它这个生化的剧情还是挺不错的 整个生化栽变剧情是挺不错的 但是做的嘛 他妈却像一坨大大便样的 吃生日在武器创新能力 这块是没得输啊 没得输 这真的没得黑 好吧 C3的武器就是我最容易买战的原因 然后这个剧情的话排第三个 联动啊 有什么技法联动啊 一个屁的联动啊 请问对不同王子剑的真实 对抗满意评价啊 满意度评价 那肯定是非常满意啊 十分甚至九分的满意 天天天对老子一个人交大FE 那能不满意吗 太满意了 就灾变了是吧 什么什么基本挑战 是不是灾变啊 那肯定是非常不满意啊 对吧 你看你就七拐八拐 拆墙拆墙拆墙 像多屎一样的 按照最符合您的实际情况 程度依次排序 那肯定是喜欢传奇武器啊 毕竟咱们玩的可是真传奇 然后是第二个啊 根据个人的针对需求来买 来买超凡武器 对吧 像有些垃圾玩意儿 你就不需要买 然后拍卖会的话 现在这个拍卖会 基本上你拿不到什么好武器 都是过时的玩意儿 哪种乐趣 协作配合 为什么没有保护队友 我好想选择个保护队友 那肯定是诸球高难度的自我挑战 你是否常联系一起玩的小伙伴 太连天天和老玩 互相表达爱意 那肯定要联系 你喜欢在军团进行哪些操作 我直接选择从未参与军 从不和人互动 从不广与军团 你是否喜欢创作最大准的图 我不喜欢 我是一个不喜欢创作的人 我只喜欢显瘦 从未参与创作 你更喜欢在哪边阵营进行游戏 那肯定是成为僵尸打人类 毕竟我也是一名僵尸玩家 绝对不是成为大佬 一位三十一虐人 对吧 兄弟们你看好 我一定是一名僵尸玩家 绝对不是什么 173K 102K 138K 人类高质量教官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肯定成为僵尸打人类 我是真正的僵尸玩家 好吧 你是否喜欢和主播一起玩 可以上电视 我太喜欢了 我每天和咱们这个王牌大神 一起看鸭呢 对吧 非常喜欢 尤其是喜欢对主播按下大F意见 然后最符合您的实际情况进行排序 首先是一斤花了这么多钱 不能浪费 其次是CS online独有的生化模式 CF不能替代 单机版也不能替代 私服也不能替代 然后CS online流石操作 KZ这东西无可替代 只要复复已经能获得爽快的FPS战斗体验 那可不能 四件套在手 天下我也 Pay to win 后续你如果继续玩CS online意愿如何 那肯定是 5分甚至4分甚至3分甚至2分的满意 哪些内容让你觉得游戏的体验感较差 看看啊 那么那必须是夫妻卡顿呢 我们经历过卡顿的半年 CS online的武器其实更新速度我觉得不算快了 不算快了 他的传奇武器对吧 贬值虽然说也是有贬值的啊 就像你现在在玩猪神在玩种菜啊 这就是一坨屎而已 但最起码虎神对吧 虎神的强度还是在 那肯定是人类僵尸不平衡 之前版本的话就是一刀一炮 one more time 今天感觉就是熔岩柱把人类全部给探死 让平民玩家参与赶入 装备跟不上啊 这跟我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我不是平民玩家 我是他妈的怨种玩家 所以说这东西我不选 王法没有新意 这个要选上啊 现在生化 现在吃什么呢 出一个模式就死一个 请问有人平时会去玩生化团队模式吗 或者咱们去玩一下2020年的 对吧 全新生化模式 生化S 有人玩吗 没有人玩啊 出一个就死一个 玩不下去的 再往前推算一点点啊 还有人去玩那个2019年年初 出的那个叫什么生化达政模式吗 又或者去玩那个什么生化4 对吧 不好玩就去死 有人玩吗 但管这几年啊 全是靠生化Z这一个模式撑下来 从2018年到现在啊 五年了 全靠生化Z 然后外挂工作室的话 其实也不算什么问题啊 毕竟对吧 外挂是打不过自现套的啊 工作室的话 他那种小话你也分不稳啊 基本不怎么影响 咱们就不考虑了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就选这个吧 可玩内容有限啊 每天在做重复的事情 现在说生化说实话 这CS同在没什么好玩的 对我个人而已啊 你们喜欢玩下模式 我不做评价 然后您更期待看到后续 哪些的丰富玩法 那种 经典模式反常 这是一定要选的 老子的幽灵模式 合金模式 你看他妈的 门战的门都能打错 兄弟们 门战啊 我他妈蒙你一脸 门战他妈的打错 有此可见啊 吃什么来都是他妈什么 什么卧龙凤厨在运营 知道吗 然后经典老强 这个需要 这个需要 其他IP联动啊 这个就算了吧 我觉得 2013年的时候 他联动过一次巨人模式 然后Boss的话是那个 凯之巨人 然后用个手感极差的 那个叫什么 立体机动装置 去砍他的后径 非常的垃圾 但是的话 可以用红莲那把武器 来卡伤害 简成红莲的公式 吃鸡模式 算了吧 你搞个手游 我觉得还差不多 吃鸡的话 真的没什么兴趣 军团也就算了吧 军团这东西 现在说实话 已经没有人在乎了 对吧 以前 以前2012年那会儿 还有什么军团首点 上游戏必须上歪歪 两次上游戏 不上歪歪 就要自动被提出战队 现在谁还在乎这东西 没人在乎了 这个我要加入 通过个人技巧 可以获得额外的游戏优势 这个我要加入 曾经我也是一名KZ玩家 但是的话 自从有了自描武器之后 KZ在自描武器面前 一无是处 我非常怀念 曾经我的横武八笔 这回 那会儿 感染是一种快感 现在的话 对吧 变强是坐牢 那么其他建议的话 那肯定是 希望策划 路易 的木琴 早日归室 还有下一套文件 咱们继续来做 继续来做 继续来做 那肯定是 原神 启动 是塞尔达王国之类 启动 说实话 平时爱好也 不算特别多 这些题话 就乱选 无所谓 然后哪些平台进行交流 那肯定是短视频平台 并咱们是做视频的 然后的话 就Q型微信群 就是建展群什么 然后咱们就没什么交流 CZ在这场上线 占比现在如何 老子每天晚上 他妈的从7点半 播到12点钟 差不多他妈的 播了四分之一的时间 就差不多是30到50 最近半年 除了玩CZ本来 本身 你还有什么其他 预知相关的行为 那肯定是被游戏玩 对吧 除了玩游戏 也没有做过任何其他行为 天天看压 天天看压 天天要命令 录一轻码的复活点 哪些内容会 激起你像小友 好像好友 去邀请 转发分享推荐 个人战绩 慢慢变强的过程 我变得更强了 在游玩期间 你邀请过别人来玩 CZ的情况如何 兄弟们 咱们做个统计 有多少人 是只看我的视频 但是不玩这游戏的 对吧 也有多少人 是看到我的视频 才回来玩这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 你看是一回事 自己玩起来 又是另一回事 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算是萌新友好行友 期待后续 和哪些的相关咨询和活动 那肯定是官方要给出点 对吧 推荐为什么的 给点流量爆关 然后是大型线下活动 只丢圣水手雷 都给咱们玩家一点 接近路易的机会 CZ说实话 可以出个5G的设定机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大型线下活动 丢圣水手雷去 建立对话的游戏道 定期与玩家友好的交流 最后一套问卷 兄弟们 最后一套问卷 您的性别 您的性别是女 1919年 5月 14日 您的职业 学生です 24歳学生です 1923年 那没事 我看这2023年 12月 您的学艺水平 初中以下 已婚有孩 您的月收入是多少 我看一下 0到1000元 您生活最长的地方是 北上管生 新疆人 调皮带走的朋友 我对你把你看似 一斧子把你调皮带走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别介意 No offense 提加问卷 这录取太抠门了 三套问卷 做了我快十多分钟 这给了我三个新片 属实是丰厚大奖 震撼眼球 谢谢大家